前立委光沃暖被检调查出 疑似在立委任内用助理当人头 诈领了助理费高达400万 检调现在已经将光沃暖限制出境 不过光沃暖他本人则是大声喊冤 强调说从来没有半毛的助理费 是落入他私人的口袋 说他A走或者是诈领助理费 对他的清廉是很大的打击 不过事实上不止光沃暖 之前民进党立委陈寅 也是因为让老公来领助理费被调查 但最后并没有被判刑